大家好,温水液含多种维生素,营养丰富,这样做比温水液还好吃 先把温水液用流浪的清水清洗干净,然后把它摊开晾干表面的水分 表面的水分晾干之后,用刀切成小段 切好后放入盆里,倒入适量的食用油,封住切口防止出水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面粉,面粉不用加的太多 使每一个菜叶都能薄薄的裹上一层面粉就行 搅拌均匀之后,倒入蒸笼里 再用筷子把它摊平 水开上锅蒸大火蒸五分钟 在中间来做个蘸料汁 几斑大蒜倒成蒜泥,放到碗里 蒸菜喜欢蒜,多放一些蒜泥 一勺辣椒面,适量的食盐 少量的十三香和鸡精 浇上热油激发出香味 这样蘸料汁就调好了 五分钟过去了,把蒸好的菜倒入盆里 快速的搅散搅开,防止粘连 搅散开,把刚才调好的蘸料汁倒入 搅拌均匀 这样一盘简单又好吃的蒸笼水叶就做好了 特别的美味 一口气能吃一大盘 喜欢的朋友可以试一试 谢谢大家的观看 拜拜